音楽 各位Option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葛蘭特 只要是汽車本身都必須要用車用電瓶來啟動引擎 這樣子車子才能夠正常的來運作來行駛 可是電瓶本身就是一個有壽命的東西 而且進口車所使用的電瓶的價格又不便宜 雙咪原廠電瓶一顆大概都報價將近2萬元左右 電瓶一旦沒電呢 車子就沒辦法啟動 這時候只能夠換新的電瓶也是一筆開銷 如果說你今天車子故障在深山裡面的話 脫掉車的費用可能又比電瓶還要貴好幾倍 而且你接下來的旅程可能就沒有辦法繼續進行下去 現在如果有一個產品本身可以大幅的來延長電瓶的壽命 而且可以主動的提出警示 在電瓶沒電的時候提醒車主要注意 你的電瓶快沒電 這樣的產品是不是可以避免掉上面這些問題呢 這也是這一款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這一款 EZB POWER永久電磁系統的主要功能設計 好了我們接下來就開始介紹這一款 新世代產品給大家認識吧 我現在手上拿來這一款呢 就是我們今天要介紹給大家認識的 這個EZB POWER永久電磁系統 我們看它體積是不小的 那上面還有兩條線一紅一黑 這個就是用來接在電瓶上面的 那為了去了解這個產品的來龍去脈 我們上個月也去了一趟這個天陽精密科技 那根據它內部的工程師跟我們說明了 這個產品它除了我們剛剛提到了 可以大幅延長電瓶壽命的這個功能之外呢 還有兩個其他的功能 一個就是警示的功能 另外一個就是省油的功能 那這兩個功能呢 我等一下會跟大家說明 我們先來介紹這個 所謂的大幅延長電瓶壽命 它是怎麼做到的 那在我們參訪這個天陽精密科技的當下呢 這個內部工程師 他也拿出了一個拆解品給我們看 那我看到了 它除了有一個非常完整的這個防水設計之外呢 它有兩個主要的核心架構 第一個就是它有六顆非常大顆的超級電瓶在這裡面 那另外一個呢就是經過專利認證的電力管理系統 在這裡面 透過這兩個核心的架構來組成這一套 Easy V-Power永久電磁系統 定到超級電瓶呢 大家可能會跟以前傳統的 曾經流行過的逆電瓶混在一起 回想到這個產品 事實上這個產品跟傳統的逆電瓶是完全不同等級的東西 傳統的逆電瓶雖然內部也是透過電瓶來組成 可是它的電瓶是普通的電瓶 即使串接到了10顆20顆 依然沒有辦法提供大電瓶來啟動引擎之用 可是呢它內建這個超級電瓶 它本身有充放電快速還有蓄電量非常大的一個優勢 所以透過它的加裝 它可以瞬間提供的這個啟動電瓶 有高達550A這麼大 它就可以取代電瓶去負擔這種啟動引擎時候 必須要提供大電瓶的這樣的一個很大的一個承重的電力供應 這樣一來呢它就可以去延長電瓶的壽命 根據天洋科技內部的研究資料顯示呢 一個電瓶它每次放電的電流如果減少一倍 它的壽命就增加一倍 舉例來說如果一顆電瓶它每次啟動的時候 需要供應500A的這個瞬間的電流 如果減少到250A呢 這個電瓶的壽命就可以延長一倍 那可想而知以此來推斷如果說這個電瓶它每次啟動 所需要釋放的電流只有100A的話 或許這個電瓶的壽命就可以增加5倍 這樣子是一個延長電瓶壽命的一個最主要的一個功能之一 那另外呢很多人把這個電瓶換掉 其實不代表說這個電瓶是壞掉的 有可能只是它這個電瓶它所需的電量 它所供應的電量不足以來啟動這個引擎之用而已 這電瓶本身是好的 那透過加裝這個EZ-V-PAL永久電池呢 因為它裡面有6顆這個超級電容 它在裝上電瓶上面之後呢 它會先幫這個6顆超級電容來充電 利用這個電瓶的電來幫6顆超級電容來充電 那充飽電之後呢 它電就會先卡掉 就不會再使用這個電瓶的電 它只要少少的電量充飽它就可以了 接下來呢等到車主想要啟動引擎的瞬間呢 因為超級電容它有放電速度比電瓶快的優勢 所以在我們啟動引擎的瞬間呢 就會先由超級電容 釋放電給這個啟動馬達使用 這樣子呢電瓶其實就是晾在旁邊而已 其他都交給超級電容 來給那個啟動馬達電 那張藝來是不是這顆電瓶即使它 原本它沒有辦法供應大電流給啟動馬達用 可是這時候有了它的輔助之後呢 這一顆原本要壞掉的電瓶是不是就可以留下 虛勢使用呢 那我們就可以不用換掉它 所以呢天洋科技跟我們表示它是藉由這個延長電瓶的壽命 減少電瓶的負擔還有延長電瓶使用的這個年限 這三種要素呢就可以大幅的來延長一顆電瓶的使用的壽命長達10倍 這個數字其實我聽到也非常的驚訝 10倍它代表的意思就是什麼呢 如果我們一顆電瓶它平常的平均壽命是兩年的話 代表一顆電瓶可以用20年 20年是什麼概念 20年就是一台車可能從新車開到壞掉 你有了它之後你電瓶是不用換的 也就是因為這樣子天洋科技才會把這個產品取名為EZVPAL永久電瓶系統 雖然這個產品它敢稱它為永久電瓶系統 絕對是有它的根據的 而且不只如此 根據天洋科技內部的工程是跟我們表示呢 根據他們的實測一個電瓶 它的續電量如果相對於新電瓶來講 即使只剩下1%的續電量 透過這個永久電瓶系統的事先的續電 然後來釋放這個大電流的這樣的過程呢 即使只有一%的電瓶還可以繼續留著使用 所以也藉由這些狀況呢 就可以讓這個產品來減少電瓶的使用量 然後也可以進一步對我們地球的環保來盡一份心力 這樣的數據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接下來我要來介紹一下它的警示的功能 這功能對其實對不常開車人來講也非常的實用 有了這個Easy-V Power 永久電瓶系統之後呢 或許可以大幅來延長電瓶的壽命 不過呢應該有時候呢車主會粗心大意 忘記關小燈啊 或者是說可能一台車停在自家車庫 一個月裡面可能開沒有幾次 這種情況之下呢電瓶就會持續的來放電 這時候呢它的這個電量不足的警示功能就可以派上用場囉 它是怎麼做動的呢 就是說當電瓶的電壓低於10.5V之前的40個小時 4個小時之前它就會發出警告 而且是每3個小時發出警告一次 那它是怎麼知道前40個小時呢 是利用這裡面獨家設計的這個電源電力管理系統來偵測的 那另外呢為什麼要設定10.5V之前就要提出警示呢 這是因為呢一個電瓶如果它的電壓低於10.5V以下呢 其實就代表這個電瓶是過放的過放電 那這樣呢其實對電瓶是很傷的 所以它必須要在這個電瓶過放電之前 就警告這個車主要特別注意 那除此之外呢 如果說你裝了這個電瓶永久電磁系統 裝上去的時候這個電瓶它可能 壽命已經快要到了 已經快要到可能剩下不到10%左右呢 這個產品它也會提出這個電瓶老化的警示 來警告車主你這個電瓶的壽命快要到了 你是不是考慮要把它換掉 它警示的功能會在這邊來做顯示 這邊有一個charge就是電池應該要充電 也就是電量不足的警示的燈號 replace就是更換 如果說你這個電瓶的壽命快到了 需要更換的時候它就會在這邊亮起這個警示的燈號 來提醒車主注意 那有這個東西之後呢是不是很貼心呢 這個東西呢也是目前其他超級電容產品所沒有的功能 接下來呢它還有另外一個獨家的功能 就是省油的部分 我等一下再跟大家做說明 EZV Power永久電磁系統 除了可以提供我們剛剛提到的大幅延長電磁壽命 還有警示的功能之外呢 它還有另外一個省油的功能 那省油功能是怎麼做到呢 根據這個天洋精密科技來跟我們表示 因為我們車子在發動的時候發電機在運作的當下呢 它會出現一些突破或者說電壓不穩的情況 那因為這個產品內部有6顆超級電容 那電容它本來就具備有穩壓跟整流的功能 穩壓跟整流的功能 所以呢有了這些超級電容輔助之後呢 它就可以讓發電機產生的這個突破啊 或是電壓不穩的情況可以消除掉 讓電壓可以更穩定讓電力更乾淨 那這種情況之下呢 就可以讓我們引擎周邊的這些Sensor 回饋訊號更精準 讓點火的系統的效能更穩定 那如此一來就可以讓引擎 恢復成像新車一般的這個運作的狀況 讓燃燒可以更完全 那他們內部有一些檢測報告 如果是舊車的話 效果比較明顯 平均大概會有10%以上的這個節省油耗的功能 那如果是新車的話 大概也有5%左右的這個節省油耗的功能 不過如果是柴油車的話呢 就會比較不明顯 這是它這個省油功能這部分的幫助 我相信經過我們今天的介紹 大家對這個EZB Power永久電池系統 都有一個完整的認識 不過呢它真的有那麼神奇嗎 對於一顆快要沒電的電池 透過它的輔助就可以把引擎啟動 有這麼厲害嗎 其實我心裡面也有一個很大的問號在 那針對這些問題呢 我們在下一部的影片當中呢 我會找一顆快要沒電的電瓶 來實際來經過一些測試 測試給大家看看 來瞭解一下這個產品 是不是真的有這麼的神奇 好了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這邊結束 那如果大家對這個產品 還有想要瞭解的 歡迎在我們的影片下方留言給我 我來為大家做說明 謝謝大家觀賞 謝謝 掰掰 謝謝大家觀賞